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跟小猪佩奇一起来制作美味的食物 先来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呢 有一瓶牛奶 这里还有一个绿色的鳍鹊蛋 打开来看看 是一辆迷你的托马斯小车 佩奇发现了制作食物的食材 这是西红柿 还有一个玉米 这里还有一个茄子 要去做美味的食物了 再来看看微波炉里有什么 有一个红色的鳍鹊蛋 打开来看看 是一辆凯迪猫的小车 用这个微波炉来做点什么 佩奇准备了红色的培勒多 把黏土放到微波炉里 开始加热 开始加热 做好了 赔了多 做成了奶油蛋糕 再来看看饭做得怎么样 饭好像还没做呢 这里面有一辆黄色的小黄人汽车 那又来做饭咯 按下按钮 饭做好了 把饭盛上来 接下来往锅里加点水 再把茄子放进去煮 茄子煮好了 茄子 茄子煮成了紫色的 茄子 把玉米放进去煮 玉米也煮好了 玉米煮成了黄金的颜色 最后再把西红柿放进去煮 西红柿也煮好了 西红柿煮成了红色的 茄子喜欢吃鸡蛋 来煎一个鸡蛋给茄子 鸡蛋 鸡蛋也煎好了 对了 乔治还喜欢吃香肠 美味的香肠煎好了 快来看看 鱼应该煮好了吧 有一个蓝色的奇线蛋 打开来看看里面会有什么 是一辆迷你的 多来梦小车 太好了 鱼也煮好了 美味的大餐 终于做好了 让我们来把简单喂给乔治 佩奇喜欢吃玉米 把玉米喂给佩奇 这里还有美味的香肠 乔治最喜欢了 他们开开心心的吃了起来 那今天的玩具故事就到这里 你们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呢 记得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